王曼玉拒绝暴冷 关键时刻,朱千熙疯狂搏杀,太难缠了 比赛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我们一同见证这场 2024 WTT法兰克福冠军赛,女单8分之1决赛的巅峰对决 两人上一次交锋也是在法兰克福冠军赛 王曼玉3比2获胜,此一朱千熙能否逆转呢 首局比赛开始,王曼玉的战术更明确 开局就加速进攻 朱千熙的进攻线路被王曼玉预判到 随后,他迅速调整进攻战术,也取得了效果 王曼玉侧身进攻只显得笨 又是一记犀利的爆冲 王曼玉也迅速调整,连得三分 并通过勾手发球得分 最终,王曼玉以11比7拿下首局 第二局,王曼玉继续强势开局 云速相持,对朱千熙来说更有优势 飞机,王曼玉的侧身正手进攻非常凶 在相持中,朱千熙扛住了王曼玉的进攻 这一球王曼玉反手发力失误 朱千熙的自身失误让他错失了很多机会球 漂亮,这一球冲到了王曼玉的中部 然后朱千熙通过反拉斜线得分 关键时刻,王曼玉化解了对方一个局点 最终,朱千熙通过发球,以11比7扳扳回一局 经过第二局的失利,王曼玉也迅速调整 随后的反带,大角度进攻得分 然后他继续反拉出千熙的反手位 一个幸运球让王曼去取得5比2的领先 王曼玉的连续套餐 2 7 朱千熙的战术非常有针对性 并连得4分,迫使王曼玉暂停调整 暂停回来,王曼玉加速进攻,破检了对方的阶段 随后,一击暴力正手进攻,让对方反应不及 关键时刻,朱千熙通过,还是通过中路进攻王曼玉 最终,王曼玉以11比8拿下第三局 第四局,朱千熙开局就打得非常有侵略性 王曼玉反手擦网出键 他的反拉直线太漂亮了 最后,朱千熙也还了一记便直线 王曼玉的反应速度极快,大跨不应前反击得分 这一球非常可惜,但动作相当帅气 朱千熙反手加压得分 可惜打到了板边了 王曼玉两个大角度的调动,敢于出手 朱千熙的反手拧非常犀利,化解了两个赛事 最终,王曼玉以11比8锁定胜局 虽然王曼玉以大比分三比战胜朱千熙 但每局的比分都很相近,也给他带来了不小困扰 好在王曼玉扛住对方的猛烈攻势 经历四局苦战,成功晋级女单八强 赛后,王曼玉也分享了自己在比赛中的表现和心得 我觉得朱千熙也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一个选手 然后包括在这场之前也跟他打过两次 也都是打到了决胜局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的这种困难准备和调动上 我觉得还是不错吧 但是我觉得在过程当中有一些发挥 我觉得还是需要可以做得更好的 那觉得今天发挥的比较好的地方在哪呢 我觉得整个人的出手的质量还是不错吧 然后包括在场上一直这样的去调动 我觉得还不错 下一场将迎来王曼玉与钱天一的对峙 期待两人的精彩发挥 然后再来王曼玉与钱天一的对峙 然后再来王曼玉与钱天一的对峙